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授课内容是强化学习 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里面主要有三种学习的方法 一 以逻辑推理为核心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 二 以数据建模为核心的机器学习 三 以环境交互为核心的强化学习 今天我们的强化学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给大家介绍强化学习的定义 接着给大家介绍强化学习里面的策略优化和策略评估 接着给大家介绍强化学习进行参数学习最重要的方法 最后我们介绍将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结合起来 所形成的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强化学习的定义 强化学习是建立在马可夫决策过程的基础之上 因此我们将重点介绍马可夫决策过程 强化学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西游记和自加西亚的信都是强化学习的典型例子 在西游记中 唐僧师徒世人历经千辛万苦 花费了十四年取得真经 挪文通过了九天的时间把一封信送给了加西亚 在这两个故事之中 我们看到人类这个智能主体通过与环境进行不断的交互 形成一系列的决策 最终完成了最终的目标 强化学习的本质是在环境交互中进行策略的学习 如人通过动作对环境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 环境向人反馈状态的变化 如撞到了树上 于是环境就会给向前走一步这个动作提供一些反馈 如疼痛的反馈 于是人根据环境所做出的反馈 更新自己的动作策略 即下一次避免再向树进行碰撞 在这个过程里面 强化学习不断的让智能体与环境进行交互 从环境交互的过程之中 学习得到最大化的收益的这样的策略 进而完成智能体应该完成的任务 强化学习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智能体 智能体总是按照某种策略 根据当前的状态选择合适的动作 环境根据智能体在某一个状态所选择的动作做出一些反馈 然后智能体按照环境所给出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进而更新自己的行为 在机器学习中我们已经学到过了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在有监督学习这种模式中 我们给出一大堆标注数据 训练学习得到一个映射函数F 将数据映射到语域标签的空间 如给定一张猫的图像 我们学习得到一个映射函数 这个映射函数是神经网络 然后通过神经网络将图像数据映射到猫的语域空间 在无监督学习之中 我们直接从无标注的数据之中 去对数据的模式进行建模 如剧类问题 把分散的数据点聚成两个不同的类别 让相似的数据聚类成主 强化学习与我们前面讲到的 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具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 如强化学习是基于评估的学习 它是和环境进行交互 所产生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它是一种序列决策的过程 同时强化学习在与环境进行交互过程之中 环境给出的奖励还具有一定的自护性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强化学习是一种新的人工智能学习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张图来理解强化学习和有监督学习 及其他的这些学习方法的不同 如我们可以通过有无可靠的反馈信息 是基于评估还是基于监督信息进行学习 是对序列进行决策还是单步决策 是基于采样还是基于穷举来明白强化学习与其他学习方法的不同 强化学习在很多的领域具有广泛的运用 如在围棋领域 AlphaGo通过强化学习来进行自我博弈 从九段到更强的九段的能力的学习 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和环境进行交互 学会了学会学习的能力 自然语言理解里面 我们也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来对语言深层次的语意进行分析与理解 强化学习是一个序列决策优化的问题 我们这里给出一个例子 如我们给出了一个三乘三的一个方格的例子 我们假设这一个智能体及机器人首先位于状态S1 然后给出一个任务 即从状态S1出发向目标状态S9进军 我们希望找出一条路径 让智能体从S1能够顺利的到达S9 于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需要通过强化学习 学习得到一种策略 辅助机器人 在每一步做出一种判断与决策 从S1到达S9 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些关键的因素 如智能体是机器人本身 环境是一个三乘三的方格 状态就是指每时每刻机器人所处的方格的位置 动作指机器人每次根据策略做出一种行为判断 进而做出一种行为 当智能体每次做出一种动作的时候 环境会给智能体一种奖励 即一种反馈 我们定义奖励是到达S9 给出一种正向的奖励 如果机器人在三乘三的方格里面 跃出了方格的界限 我们则给出惩罚的奖励 由于强化学习是一种序列学习的学习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把强化学习 看成一个离散的或连续的马可福过程 一个随机过程 我们可以用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 来进行表示 这里时间是离散变量时 一个随机过程可以表示成xt t的曲子是012... 其中每一个xt是一个随机变量 这里当时间是离散变量时 我们把它称为离散随机过程 马可福链是一种特殊的离散随机过程 在马可福链中 t加1状态仅和t时刻的状态有关 因此我们这里给出了 在t加1时刻智能体到达xt加1状态 当且仅当于在t时刻智能体位于xt状态相关 即t加1时刻仅与t时刻的状态相关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马可福链扩展成n阶马可福链 如二阶马可福链 二阶马可福链表示 智能体在t加1时刻的状态 与t时刻和t减1时刻均相关 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马可福链这样的现象存在 如著名的摩尔定律告诉我们 计算机集成电路圆区件的数目 仅和一年半之前的圆区件数目相关 也就是说今天计算机集成电路圆区件的数目 仅与一年半之前计算机圆区件数目相关 在自然语言中n元文法也是一个马可福链条过程 这里给出了一个n等于2的一个情况 即二元文法表示 在自然语言中前后相邻的单词相互依赖 如上级法院传给下级法院这一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判断上级法院这个单词和传给这个单词是紧密相关 传给下级法院这一个池竹里面 传给和下级法院这个单词紧密相关 因此可以根据单词和单词之间的紧密关联的程度 来进行语法错误的检测 把传给这个错误的单词更换为传给这个正确的单词 离散马可福过程可以用状态和转移矩阵来进行刻画 我们可以定义一系列的状态 大S 大S里面的随时间取值如T等于012 在T时刻所谓的位置我们继承ST 表示T时刻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定义状态转移函数来刻画智能体的运动 如在时刻T智能体位于ST的状态 它决定了智能体在T加1时刻位于ST状态的概率的大小 这一个状态转移概率满足马可福性 我们右图给出了三乘三这一个机器人迷宫里面的状态转移概率的一些取值 如S1状态只能向右移动进入S2状态 或向上移动进入S4状态 当然这一个状态空间可以把它从有限空间变成一个无限空间 如果变成无限空间问题的求解会更加复杂 这里给出的这个模型并不能体现机器人的能动性 即缺乏了一种让机器人与环境进行交互 进行策略学习的手段 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随机过程里面引入奖励机制 也就是说当智能体在T时刻从ST状态运动到T加1时刻的ST状态的过程里面 环境能够给这种状态转移所给予的奖励 我们把这种引入了奖励的机制的马可福过程称为马可福奖励过程 我们把这种奖励过程定义为RST和ST加1 它表示在T时刻从ST状态转移到T加1时刻的ST加1状态 从环境所获得的一种反馈或回报 引入了奖励机制 我们就可以去衡量任意序列的优劣 及对序列决策进行评价 如图所示 我们给出了两个序列 分别是1100和0011 它表示从某一种状态转移到另外一种状态 环境所给出的奖励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去评判这两个序列决策哪一个更好哪一个不好 我们在马可福随机过程里面引入了奖励 我们可以用这个奖励来衡量两个不同的序列决策的好坏 为了比较两个不同序列决策的好坏 我们定义一个概念 叫做反馈 这个反馈反映了一种哪家的奖励 如T斯克的反馈 用GT表示 它等于当状态从ST进入ST加1环境给出的奖励 在哪家从ST加1进入ST加2环境给出的奖励 以及在后续时刻中发生状态转移环境所给出的奖励的哪家 但是由于越靠近当前时刻所发生的奖励 它更为重要 为了刻画这种重要性 我们引入了一个衰退系数 伽环 伽环的曲子是0到1的区间 我们假设伽环等于0.99 那这里计算出来了1100和0011 这两种不同的奖励序列的曲子大小 分别等于1.99和1.9504 很显然前一种奖励序列所带来的反馈的哪家更大 因此1100比0011更好 在马可夫随机过程里面引入了奖励机制 因此我们就可以如下来描述马可夫奖励过程 马可夫奖励过程里面仍然有随机变量序列 仍然有状态转移概率 但与马可夫过程不同的是 这里定义了奖励函数R 它表示从状态ST到状态ST加1 智能体能够从环境所获得的奖励 同时定义了衰退函数价马 它是一个0到1区间的一个曲子 因此我们可以用转移概率 用奖励函数 用衰退叙数来刻画马可夫奖励过程 很显然 马可夫奖励过程仍然不能体现机器人的能动性 即仍然缺乏智能体与环境进行交互的手段 为了克服这个不足 我们在马可夫奖励过程里面 引入动作这个机制 形成了马可夫决策过程 马可夫决策过程是强化学习的基本的求解框架 在强化学习的过程之中 智能主体和环境进行交互 可以自主决定采取某一种动作 智能体所采取的不同动作 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在马可夫决策过程中 引入动作之后 我们仍然有可以定义一系列的动作 把它规并到一个集合里面去 我们把它定义为动作集合 用大写的A表示 那么引入了动作之后 状态转移概率就可以如下定义 智能体在T四刻位于ST的状态 它采取了AT这样的动作 然后状态从ST进入到ST加1的概率的大小 由于引入了动作 奖励函数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奖励函数被定义为 智能体在T四刻位于ST的状态 它采取了AT这样的动作之后 进入了ST加1状态 环境所给予的奖励 用大写的R来表示 这里的动作集合可以是有限的 也可以是无限的 状态转移也可以是确定的 也可以是随机的 确定的状态转移相当于发生从ST状态到 ST加1状态的转移概率为1 我们可以如下来表示 马可夫决策过程 它有随机变量的序列 它有动作集合 它有状态转移概率 它有奖励函数 它也有衰退系数 于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组变量 来刻画马可夫决策过程 马可夫决策过程 是刻画强化学习中 智能体与环境进行交互的标准的形式 马可夫决策过程 可以用如下的序列来表示 智能体位于状态S0 它执行了一个动作A0 进入了S1状态 环境给出了R1的反馈奖励 然后它从状态S1 采取动作A1进入了状态S2 环境又给出了R2的反馈奖励 我们可以把马可夫过程中 产生的状态序列称为轨迹 轨迹的长度可以是无限的 也可以是有中止状态的 有中止状态的问题叫分段的 否则叫做持续的 在分段的问题之中 一个从初始状态 到中止状态的完整轨迹 称为一个片段 这样我们可以更加完整地 去定义马可夫决策过程 我们给出了三成三 这个机器人迷宫里面 所给出的马可夫决策过程 所包含的因素 它包含了状态集合 包含了行为集合 即智能体向上或向右移动 包含了衰退函数 包含了棋子状态和中止状态 也包含了它的反馈函数 还包含了智能体在方格之中 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矩阵 在定义好了马可夫决策过程之后 智能体能够与环境进行交互 在交互的过程里面 智能体采取一种动作 实现了一种状态转移 但智能体所采取的这种动作 一定是受到一种良好的策略 进行驱动的 我们把这种智能体和环境 进行交互的这个过程 来进行学习 把它称为策略学习 为了进行策略学习 我们要定义策略函数 策略函数表示 当前状态位于S 采取某一个动作的概率 把它计成πSA 策略函数的输出可以是确定的 即给定S 只有一个动作 使得πSA取之为1 对于确定的策略 我们把它计为A等于πS 为了进行策略学习 一个良好的策略就是 在当前状态下 采取了一个行动之后 该行动能够在未来 收到的最大化的反馈 如位于时刻T 采取了某个动作之后 从当前时刻到任务完成状态 所能收到的哪家的反馈回报 由于进行策略学习 我们要对所学习得到的策略 进行评估 为了对所学习得到的策略 进行评估 我们定义了价值函数 和动作价值函数 价值函数表示 当前状态位于S 按照策略π进行行动 在未来所能够获得的反馈的期望 动作价值函数表示 当前状态位于S 采取了某个动作A 在策略π下未来所能获得的反馈值的期望 策略学习可以转化为如下的优化问题 即寻找一个最优的策略π心 对于任务的状态S 使得在状态S的时刻 采取π心这样的策略 所能够在未来收获的反馈值的最大期望 价值函数和动作函数 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要利用这种关系 来对策略进行评估 这里给出了价值函数和动作价值函数的关系 如VπS等于在状态S 采取某一个动作 它的概率乘以采取这个动作之后 状态S在策略π 所能收获得到的未来的反馈期望 而动作价值函数 也可以通过价值函数来进行定义 我们以状态S1为例 来计算价值函数和动作 价值函数的取值 在状态S1 智能体只能向右移动一个方格 或向上移动一个方格 于是在策略π的指挥之下 智能体S1 它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等于智能体在状态S1 采取向上移动的概率 乘以它采取向上移动的概率 所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加上智能体采取向右移动一步的概率 乘以向右移动一步之后 它所能收获的反馈期望 我们也可以计算 智能体在状态S1 采取某一个动作之后 它所能收获得反馈期望 如智能体S1 采取向上移动一步 它所能收获得反馈期望 等于智能体向上一步 进入了S4状态的概率 乘以向上移动一步 进入S4状态所收获的期望 再加上进入了S4这个状态之后 在S4状态所能获得的未来的反馈期望 价值函数和动作价值函数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贝尔曼方程来进行刻画 这里给出了价值函数和动作价值函数之间的贝尔曼方程的形式 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 用价值函数的贝尔曼方程 价值函数表示 在状态S根据策略π采取行动之后 它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这一个值等于在状态S 采取某一个动作 它的概率的大小乘以 采取这个动作之后 进入到了新的状态的概率 以及进入到新的状态所收获的反馈 再加上在新的状态下 未来可以收到的反馈的期望 同理也可以用价值函数来计算动作价值函数 定义好了伯尔曼方程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伯尔曼方程 对学习得到的策略进行评估 基于评估的结果 再对策略进行优化 于是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 就通过策略评估和策略优化来进行体现 对策略评估和策略评估